我那个时候回来 我是外交部 没有一个人晓得 美国明天就要跟我们断交 我能够晚上 有这样子的一种警觉 把蒋经国先生 从床上睡梦里面叫醒 这一件不是一件容易的判断 你晓得这个故事吗 不知道 简单 三分钟 三分钟 美国的大使 突然打个电话 因为蒋经国先生 每一次接见美国大使 我都是在旁边做翻译 合作记录 美国大使从来都是打个电话来说 我有事情要来见 起先是行政院长 后来是总统 请你安排时间 居然那天下午打个电话来说 我希望明天上午九点钟来见总统 那时候经国先生已经是总统了 见总统 我说很奇怪 美国大使从来不敢说 他要指定时间 而且蒋经国先生 你晓得晚年身体不是那么健壤的时候 早上不太见客 他指定时间 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赶快要到七海 去跟经国先生报告 有急事吗 好 请他来 但是我还不放心 我打个电话给外交部的次长 潜伏先生 说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会发生吗 为什么美国大使要来见 他说我马上去查 到了晚上给我回电话 说驻美大使馆 说没有什么状况 连大使沈建宏先生还在Arizona 去演讲去了 演讲去了 不在 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 既然晚上十一点钟 半夜 我又接到美国大使电话 他说能不能提前 早上七点钟来见总统 这么早 你看 他也可以做新闻局长了 是不是 就表示说你有警惕嘛 原来说早上九点 怎么会提前七点钟 我就在电话里面很不客气的说 Mr. Ambassador 我们彼此认识很长时间 五年了 是有什么特殊 那个事情会发生吗 他说我现在不能讲 如果那个事情 我说如果确实 那个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的话 你不应该等到明天 你要今天现在就来见 我逼他来见了 他说我现在不能答复你 I call you back in heaven now 半小时之后再回你电话 这时候我在心里面就很紧张 赶快去跟齐海官邸联系 我说可能有状况 我要到齐海见总统 他们在里准备了 终于来电话了 说他现在来 愿意来 已经晚上12点 半夜12点 这时候我赶到了齐海 门禁伸眼 敲门 为什么晚上戒严 巨马什么东西 门都敲不开 为什么他们家的常年的管家 叫做阿宝姐 都睡了 睡着了 敲不醒 这时候有一个随护的衣冠在里面 打电话 五官打电话进去 从侧门把我进去 我摸黑走进房间 打开电灯 把金国先生叫起 有什么事情 问我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因为人家没跟我讲 我情况不太对 好像有紧急状况 那你请他来 所以在全台湾还不知道 美国明天早上 九点钟就要跟我们宣布断交 半夜 才一个小时之前通知我 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 能够做这个判断 什么原因 因为我在为什么会打电话给钱福先生 就是我在美国乔治诚念书的时候 我就看到尼克森他去中国大陆 同时宣布 华盛顿时间 晚上十点 中国就台湾的时间 早上九点 有一个时间 一个时间 所以你就觉得说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奇怪有点怪怪的 怎么搞的 为什么要早上九点钟 可是这样子有提前内心有准备 这样其实对整个那时候政府运作 是有帮助的吗 非常大的帮 提前六小时 我们做了预备动作 这时候 好 金国先生请他来 我马上就跟总统建议 是不是先请前次长 先来了解一下 到底有什么状况发生 金国先生再补一句 请外交部审昌焕部长 将你带命 后来又再补一句 请行政院孙运玄院院长 在家带命 国防部长在家带命 这时候 美国大使一来 马上宣读 明天美国跟中国大陆 建交的建交公报 断交 撤军 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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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美公共防疫条约 三个东西 这时候 他赖了不走 为什么 我是因为跟你们交情很好 提前来跟你们讲 明天早上七点以前 绝对不可以对外宣布 金国先生最后跟他说 我作为中华民国总统 这是我的责任 我要什么时候宣布 这是我的责任 这时候我是做记录翻译 我就说 总统希望 现在 马上讲 conclude our conversation 我也想请你滚蛋 对 因为他原意是要滚蛋 我请你 希望今天结束我们的谈话 对 我要去处理事情了 我要去 这时候紧急在家里 骑海 紧急开会 这时候 沈昌焕先生 带了应变计划 因为那时候 不是刚刚讲的 季辛吉 还有尼克森 都访问大陆 我们已经晓得 美国在那里动 在动摇 为了越战的关系 所以要拉拢 中国大陆 来对抗俄国和越南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应变计划 就在那里 第一件事情 讨论的 就是明天清晨 七点钟 开临时中场会 做决定 然后三军加强卸备 当然 但我好奇是 这样听起来 沈长你对于蒋经国 就是蛮敬仰的一个领袖 你很喜欢他 可是后来国民党 有点没落 有点没落 因为后来的领导 你就觉得都不像当初 你心目中 你接触的领导 这么的好了 那你怎么看 这个国民党的 蒋经国先生 在主政的时候 最后做了两个 最重大的决定 因为他访问过美国 两三次 代表老先生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是去见甘乃迪总统 带了老蒋总统 给美国的 我看过这纪录片 去最后的 message 我们准备 军事反攻大陆 在西南五省 去反攻 云南 贵州 这个广西 广东 四川 不需要美国 给我们 这个军事的支持 只需要给我air cover 就是空中掩护就好了 这时候 美国的国防部长 甘乃迪国防部长 叫McLamara 后来做了 世界银行的总裁 正式回一封信 给老蒋总统 透过蒋经国院长 就跟他说 美国不认为 你提出来的反攻计划 符合我们的 这个期待 为什么 第一 虽然你们说 可以帮助我们 及早脱离越南 的战事 但是 如果我们提供给台湾 中华民国 所谓空中掩护 不可避免的 会跟中国大陆 对抗 美国要开另外一个战场 不符合美国利益 但是后面 这个才 才最妙了 美国的情报 看不出来 西南五省 广西广东 云南 四川 贵州 特别对国民党 有好感 只要你一反攻 大陆的 就群其响应 美国认为 不可能 所以 蒋经国先生 这封原信 对不起 现在 这文件还在我这里 我是他的秘书 在这个地方 经国先生就 非常明确的了解 美国不会支持 我们用军事 来反攻 因此他改变 就是你刚刚讲 三民主义 我竟然 人力比不上大陆 我要在经济 跟民生上面 胜过大陆 因此开始 做十大建设 早期 我们国家的经费 用相当的比例 在做反攻的事情 但是第二个 这时候 又开始推动 民主改革 解除戒严 开放党禁 所以因此 在这段时间 你刚刚讲的 蒋经国先生的晚年 做了三个 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做我们的 十大建设 民生建设 第二个 开放党禁 解除戒严